我剛剛做完的結果 我如果希望把它加一個按鈕好了 比如說我現在按個按鈕 還記得吧 所以特別注意呢 我們剛剛已經有寫了一個SUB 我把名稱改了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這個名稱是可以改的 沒有問題 也不需要說還要再去改其他地方 直接改就可以 那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老師那那個錄製聚集 那所謂的聚集是什麼 其實聚集錄下來 其實也是一個SUB 所以其實我跟各位講 這個名稱我覺得 那只是翻譯的這個不同 我是覺得錄製聚集 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錄製SUB 為什麼 因為其實它就是聚集就是SUB 只是說名稱它用叫聚集 所以以後你看到 什麼叫做錄製聚集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想成說 它可以透過你的滑鼠鍵盤 有沒有操作過程當中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一個SUB 所以將來錄下來的東西 那就會是一個SUB 名稱你可以制定給它 大概是這樣子 那至於細節怎麼樣操作 我覺得因為難度比較高了 我覺得我暫時就不特別說明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前一個學期 或者前兩個學期 我就是用錄製聚集 但是我發現成效好像沒有 TRAWGBT來得好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 再瞭解一下的話 你可以再自己看一下 如何錄製聚集的部分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產生程式的好方法 因為有些時候 你說老師我不會寫程式怎麼辦 以前沒有TRAWGBT的時候 那就是用錄製的 OK 那當然如果有XV 我覺得用XV好像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另外跟各位講 對岸的用語有沒有 像對岸的用語 聚集它不是翻譯成聚集 它翻譯成什麼 如果你們XV裡面 有時候會出現什麼 簡體字好了 它會給的名稱 就是叫做宏大的宏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什麼 VBA的紅的話 紅其實是對岸用語 指的就是聚齊 你說聚齊是什麼? 其實指的就是SUB 所以這名稱太多了 指的就是SUB就好了 OK 再來的話我們做完這個之後 如果要讓它產生一個按鈕 還記得怎麼加按鈕吧 按鈕的話一定要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插入裡面有個表單控制項 這邊不是叫按鈕 你把它按下去 然後在旁邊 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放開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聚齊名稱 有沒有發現 聚齊名稱不就是SUB名稱嗎? 所以這邊會出現什麼? 就是你剛剛那個SUB 所以SUB就是聚齊嘛 聚齊就是SUB 只是說它換了一個名稱而已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我以後就稱叫SUB就好了 OK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指向它 然後按確定 按確定前最好是把名稱給複製一下 不然這個名稱我要自己重達 我覺得很累 按複製好了 把這個名稱 本來叫按鈕1有沒有 那就變成叫 歷年切到折線圖 當然你按一下它就產生一個啦 OK 只是說呢 不過這個好像有點不太OK 它好像沒有那個資料標記 所以你可能再請它產生這個資料標記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如果希望把它刪除的話 還蠻簡單 如果你刪除這個圖 不會寫的話 那一樣的方式 你可以請它 我是這邊 我有把它放在我雲端白板的第21頁啦 就是這個 幫我撰寫BBA程式 它可以刪除那個繪圖物件 有沒有 就是我要把那個圖給刪掉的話 那我就跟它講說 請你幫我寫一個BBA程式 那可以幫我刪除 或者可以寫得更詳細 刪除哪一個工作表的 甚至你可以 刪除應該是 這個工作表 應該是刪掉什麼 應該是刪除 哪一個工作表的繪圖物件 刪除這個工作表 最好是跟它講一下 哪一個工作表 不然它有時候會指向錯誤的 有沒有 就是那個序子後面 好像給的名稱不對 就這個 OK 那一樣呢 你就把這個問題 就丟給Charty幫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看看 把它直接執行 OK 那再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就馬上幫你寫完了 這個我看一下 應該沒錯啦 它就幫你產生一個SUB 然後這個兩個宣告 有沒有 所以這個宣告也可以拿掉 那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那沒問題 那它其實做什麼呢 就是for each的話就是每一個 那意思就是說呢 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每一個圖 都幫你刪掉的意思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把這個程式複製一下 然後一樣呢 就把它貼到這邊的下方 這個SUB的下方 那我來試試看好了 它會就幫我把這個工作表 看起來應該沒錯 它這個是 訊詞是指的是這個 叫 那這個指的是沒錯 那這兩個宣告其實是可以拿掉 定開頭 我剛剛講過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它會幫我把它全部刪除 試一下 執行一下 可以耶 OK 那這個又 按一下 又出現了 再按一下 又刪除了 那最後的話 你一樣可以把這個SUB名稱 變動一下 也許改一下 改成叫什麼 改成叫 這個什麼呢 刪除圖 刪除圖表 或者刪圖好了 刪圖 也可以啊 對呀 清除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把這個 這個部分呢 再加上一個按鈕好了 所以剛剛我們有加了一個按鈕 不過會有個問題耶 因為它把我們按鈕也給刪掉了 所以因為我們剛剛這個圖是什麼 它把每一個按鈕 一樣通通都刪除 所以呢 你可以跟它講說 幫我刪除圖 但是 除了那個什麼按鈕以外 不要刪除 所以 這個時候你如果不會寫 沒關係 你是可以怎麼樣 直接再請那個 ChargeP 那你這邊的話 或者直接在下面補充好了 看一下 有沒有 它應該看懂了 如果工作表有按鈕 有沒有 但是你不希望刪除的話 可以刪 修改 程式碼 那修改的部分的話呢 我看一下 它這邊有了 就大概寫完了 所以它滿聰明的 所以我其實是補充了一個 不要刪除按鈕 把它底下就寫完了 把它複製一下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這麼厲害 這個名稱我一樣要清除好了 然後 所以我 Sup名稱呢 延用 舊的 那一樣啦 就是 宣告的部分 我一樣把它刪掉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希望讓它 剪短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 它好像在這個程式裡面 多寫了一個判斷 判斷什麼呢 就是 if not if not的話 應該是判斷 如果它不是喔 不是什麼呢 後面就是 給了一個應該是Sharp的Type 就是 圖形的Type 如果不是什麼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叫做 MSO FontControl 這個應該是 表單的控制項 它就 不把它刪掉 可是我看一下 我們這個應該 我先插入一個試試看好了 但是我們用的好像是 表單的控制項 我看一下 我指向它 如果我假設增加一個 剛剛是直接就幫我刪掉了 那現在的話 會不會刪掉 我們來實驗看看好了 先先跑一個 然後這個的話 再讓它跑一下 增錯一下 它出錯了 那如果你假設發生錯誤的話 它這邊會出現那個 錯誤的 你可以按一下增錯 我看一下 就這一行 1004 錯誤啦 那錯誤訊息你甚至可以按增錯之後 跟它講說你發生的錯誤的狀態是怎麼樣 譬如說我這邊執行有沒有 這邊錯 那你可以看一下執行錯誤 這個有個數字有沒有 那你其實可以把這個數字告訴它 它會知道有沒有 它會知道有沒有 所以我把剛剛發生1004的錯誤 然後丟給它之後 它就知道了 它說錯誤1004可能是因為那個什麼 某些形狀物件無法使用 OK 所以它又幫你產生了一個新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 那底下有一些解釋 我們試試看 所以如果你假設 懶得看 這個詳細的部分 那你就把新的程式再貼上看看 不過有的時候 主要麻煩的地方 可能就是你要多試個幾次 那理論上最後還是可以做出來 只是說就是一來一往 你可能要花比較多時間 那一樣就可以幫你把那個 這個你要的東西清掉 誒沒錯了 有沒有 所以剛剛本來出錯的 一來一往 它其實就可以幫你把問題解決了 所以我剛剛那個 這個按下去之後有沒有 然後我多增加一個清除 結果它這個不見了 那它剛開始給的程式不對 那後來呢 我又跟它講錯誤出在哪裡 有沒有 像剛剛有發生104錯誤 那它就幫我又修改了一個 有沒有 而且甚至它還解釋 到底它改了哪些地方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精進這些 能力的話 不過其實說真的 它會幫你解決 那你就交給它就好了 你知道這些也 OK 就看個人啦 OK 如果你懶得進那麼多的話 但你至少知道 原來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因為我 之前寫程式都是用人工自己去判斷 那真的是很耗腦力 OK 有時候找不到答案 我還要Google上網去查 別人 一些建議 那你現在不用它自己幫你找出問題 怎麼去修改 而且當然有時候一次沒辦法 兩三次其實問題也是解決啦 OK 你就把那個錯誤的狀態 描述給它知道 它就知道該怎麼改了 OK 最後你就把這個程式負貼過來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得到 一樣啦 我就把剛剛的第二個按鈕 再增加 第二個按鈕 我的習慣是把第一個按鈕複製 然後在下方貼上 直接把它改成叫清除好了 按右鍵指定 那這個就指定到清除 那這樣改的好處就是 按鈕的大小會長一模一樣 OK 所以這個按確定 那這邊的話呢 就把這個改成叫清除 這樣就OK了 按一下 這個有了嘛 清除 沒有問題 所以呢 剛剛出現的錯誤 它改完 這正常了 但問題是它到底改了什麼地方 這個我想你有興趣同學 自己再去深究吧 好像也看不太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剛剛的程式 比對一下 它原來是寫的 if not 看起來好像蠻像的 所以delete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把這個 我是想要知道 這個地方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會把它貼上 這個把它註解一下 讓它比對一下 它原來寫這樣子 後來改寫成這樣子 那我一樣 如果你要參考我這個程式的碼的話 我就是直接把這個程式 一樣就放在雲端上面 我直接改成這一段 好 就這一段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在雲端上面的 第21頁的地方 可以找到一個清除 SUB 那待會的話還有就是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希望呢 可以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 手動自己 手動插入 這個圖的部分 改成自動化 所以最後的話 我是希望旁邊增加兩個按鈕 可以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待會的話一樣 各區的比例圖 請各位 把上個禮拜的這個 各區比例圖 一樣delete掉 那我希望能夠 然後再利用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產生這一個 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把它刪掉 把它放在這個的 右邊的地方 所以這個也許叫做 各區比例圖 按一下 這個就出現 清除 按一下 這個圖又消失了 那要怎麼做 所以啦 後面兩個圖 我想 如果今天時間來不及 請各位自己再延伸試看看 該不難 主要是描述 試一下